全能神话语朗诵 带领工人的职责 带领工人的职责 四 现在海外的福音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了 有些国家能接受真理的人多一些 有些国家的人素质差一些 能接受真理的人就少 有些国家没有信仰的自由 对真道对神的做工抵触的厉害 没有多少人能接受真理 还有些国家的人太落后了 素质太差 怎么交通真理也听不明白 好像够不上真理 这类地方就不能传 但是传福音的人看不透问题的实质 能够接受真理的人他不传 就非要舍尽求远 啃那些难啃的骨头 福音工作已经扩展开的地方 容易传的地方他不去传 他非要到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 传那些素质最差 领受不了真理的人群 传那些宗教观念最重 最抵挡神的民族 这是不是偏差 比如说犹太教 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 他们把基督教视作仇敌 还要加以迫害 对这类的国家 这类的民族 根本就不能传福音 为什么不能传呢 你传也没用 你把所有的人力 财力 物力都搭上 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 都不见得有多大成果 鉴于这种情况怎么办 刚开始不知道 可以先试试 等看清这个形式 给他们传福音付很多代价 最终不见得能收到好的效果 那就得另选一条路 找能达到果效的路 这是不是带领工人 应该看透的事啊 但这个假带领就不懂 说到海外扩展福音 先扩展哪儿 有些人说 先扩展以色列 以色列是神前两部 做工的根据地 必须得传 不管多难传 都得坚持给他们传 结果传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什么果效 让人失望 这时候带领该做什么了 如果是一个有素质 有负担的带领 他会说 我们传福音没有原则 不会顺其自然 咱们尽凭想象看似 太幼稚了 这些人的鱼丸 谬望是咱们没有想到的 咱们认为 他们信神几千年了 就应该优先听到 神的福音 但是咱们想错了 他们太谬望了 其实 在神做救赎工作的时候 神就已经放弃他们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再传他们 这就是做无用功 是徒劳的 是愚蠢的做法 咱们误解神的心意了 神都不做 我们人凭什么能做到呢 现在也试过了 怎么传 他们都不接受真道 对他们应该先放弃 把他们搁置到一边 先不搭理 有愿意来寻求的 我们就接待他 给他见证神的做工 若没有寻求的 那我们也没必要 主动找他们 这是不是传福音的原则呀 那甲带领 能不能坚持原则呀 甲带领素质差 看不透问题的实质 他就会说 神都说了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我们到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弃他们 他们应该占第一位 我们得先传他们 之后再传给其他国家的人 神的工作 如果在以色列扩展了 那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神把荣耀从以色列 带到了东方 我们再把荣耀 从东方带回给以色列 反馈给他们 让他们瞧瞧 神回来了 这是不是口号啊 这符合事实吗 这是素质差的 甲带领说的话 那个不做实际工作的 甲带领呢 他不搭理这些事 传福音的人 被这事困扰很久了 放弃也不是 传也不是 不知怎么实行 甲带领丝毫觉察不到 这是问题 看见这些人没有路途 都在发愁 就说 愁什么呀 咱们有真理 又有精力见证 给他们传呗 人说 你不知道啊 这些人太不好传了 当工作中出现大的问题 需要带领出面解决时 他还在喊口号 说空话 这是不是一个带领该有的表现呢 人家问这类福音对象该不该传 他说 凡是人就该传 更何况是以色列人 那就更该传了 他说这话 你们听出问题来了吗 他知不知道 这是福音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漏洞 需要他来解决 这个饭桶不知道 还在那唱高调 喊口号 真是个窝囊废 还觉着自己精明 有素质 有头脑 工作中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偏差 他都不知道 还能谈得上解决吗 那就更谈不上了 传福音的人都愁坏了 福音工作受到影响拦阻了 不能顺利地进展了 假带领居然丝毫察觉不到 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多数人在工作中出现问题偏差时 往往不在乎 不觉察 还一直坚持错误的做法满干下去 带领工人也不及时了解掌握 等到问题严重了 影响工作进展了 多数人都能发现问题了 带领工人就傻眼了 这就是带领失职造成的 那怎么能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呢 带领就得时常检查工作 及时地了解工作的现状与进度 如果发现工作效率不高 就得看看是哪个环节出现漏洞 存在问题了 就得琢磨 现在看着这些人挺忙 怎么就没有明显的效率呢 像福音队的工作 每天那么多人传福音 谈见证 还有一些人配合工作 每个月得的人怎么就不多呢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出问题的是谁呀 这个偏差是怎么造成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得去各组了解了解 现在大家在做什么 传的福音对象怎么样了 传福音的方向准不准 我得核实一下 通过咨询交通探讨 工作中的偏差漏洞 逐渐浮出水面了 发现了问题就不能放过它 就得把它解决 所以说 对于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偏差漏洞 什么样的带领才能发现呢 这个带领得有负担 得殷勤 得参与具体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跟进了解掌握每一个环节 了解每个人都在做什么 哪项工作几个人做合适 是谁做负责人 这些人的素质怎么样 工作做得好不好 效率怎么样 工作进展的如何 等等这些都得了解 另外 福音工作最关键的环节 就是传福音的见证人 有没有真理 能不能把意向真理交通透亮 达到解决人的观念问题 能不能供应福音对象的缺少 让人心服口服 会不会以唠嗑的方式交通真理 让福音对象听到更多的神的声音 比如 人家想了解道成肉身的意义 这方面的真理 可他总讲神做工的意义 总讲什么是宗教观念 这是不是问题 人家就想了解 人怎么能蒙拯救 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不是应该交通 三不做工的意义 真理了 但是他总讲神的刑罚审判 神揭示人的败坏性情 有狂妄、诡诈、邪恶等等这些内容 人家还没接受神的做工 他就跟人家讲刑罚审判 就揭露人家的败坏性情 结果人家听着就反感了 得不着想要的东西 需要解决的问题没得到解决 人家不感兴趣 就不愿意继续考察了 这是不是见证人的问题 见证人不明白真理或者不通灵 根本就不了解对方需要什么 说话不打点 瞎说一气 丝毫解决不了福音对象的问题 怎么能够达到传福音得人呢 假带领做工作不管临到什么问题 都置之不理 不管福音工作中出现什么问题 也不管恶人怎么搅扰影响福音工作 他都不管不问 好像都与他无关 假带领做工作就是稀里糊涂 不管哪个人尽本分有无果效 是否合乎真理原则 他都不监督也不把关 任凭人自由发挥 不管后果怎么样 导致福音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漏洞始终得不到解决 不知流失了多少寻求真道的人 没能尽早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有的人接受神末世做工后就说 三年前就有人给我传过福音 我也不是不想接受 也不是相信反面宣传 就是因为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太不负责了 我问的问题他答不上来 我寻求真理他也交通不清楚 尽说些没用的 结果我只能带着失望离开了 三年以后他通过在网上考察 再通过找弟兄姊妹寻求交通 心里存在的观念和困惑 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完全确定是神显现做工了 就接受了 这是人家靠自己寻求考察 才接受神做工的 如果传福音的人三年前 能把真理交通清楚 解决人的观念问题 人家就早接受三年 这三年时间得耽误人 多少的生命长进呢 这就不得不说 是传福音之人的失职 与传福音之人 不明白真理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传福音人员 就是不注重装备真理 只会讲点道理 解决不了人的观念 解决不了人的观念 与实际问题 结果导致许多人听见 福音也没有及时接受 耽误了他们几年的生命长进 这不得不说 负责福音工作的带领 有辅导不利 督察不利的责任 如果带领工人真有负担 能多受一点苦 能多操练交通真理 再多一点忠心 把各方面真理交通透亮 使传福音人员都会交通真理 解决人的观念疑问 这样传福音的果效就越来越好 让更多的考察真道的人 能早日接受神的做工 回归到神面前 接受神的拯救 就是因为贾带领严重失职 不做实际工作 不跟进督察工作 也不会交通真理解决问题 导致教会工作被延误 当然 也是因为这些贾带领 贪享地位之福 丝毫不追求真理 不愿意跟进 监督 指导 福音扩展工作 结果导致工作进展缓慢 有许多人为的偏差 谬望 胡作非为的问题 得不到及时纠正解决 严重影响了福音扩展的果效 直到上面发现了 要求带领工人必须解决 这些问题才得以纠正 这些贾带领就像瞎子一样 什么问题也发现不了 办事没有一点原则 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等临到上面的修理对付了 才承认错误 那贾带领所造成的损失 谁能负起责任 就是把它撤职了 这个损失怎么弥补 所以发现贾带领 做不了实际工作 就应该及时撤换 有些教会福音工作 扩展得特别缓慢 就是因为贾带领 不做实际工作 失职失误的地方 太多造成的 贾带领在做各项工作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问题 偏差漏洞 需要它们去解决 去纠正 去弥补 但是因为贾带领没有负担 只会贪享地位之福 不做实际工作 结果就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有些教会人心涣散 人都互相猜忌 互相防备 互相拆台 同时还担心神家把他淘汰 面对这些情况 贾带领都不去解决 不做任何实际的具体的工作 教会工作都处于瘫痪状态了 贾带领心里一点都不难受 还以为自己做了不少工作 没耽误教会工作 这样的贾带领 根本不会做生命供应工作 也不会根据真理解决实际问题 只是做点上面特别安排的 行政事务的工作 好像他做工作就是给上面做的 上面一贯要求的教会的根本工作 生命供应工作 培养人的工作 或者指导某项特别工作 他都不会做也做不了 只是安排别人做就完事大吉了 上面交代多少他做多少 推一推动一动 不推就不动就应付糊弄 这就是贾带领了 什么是贾带领 概括起来就是不做实际工作 也就是不做带领的本职工作 在关键根本的工作上严重失职 没有作为 这就是贾带领 贾带领只忙些外表的事务性工作 就以为做实际工作了 其实带领的本职工作 神家交代给他的关键工作 他一向都没有做好 另外 教会各项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问题 需要带领解决 他却解决不了 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 弟兄姊妹想找他解决问题都找不到人 如果找到他了 他就以工作太忙来推脱 让人自己读神的话 自己寻求真理去解决问题 他成了甩手掌柜的 最后导致问题积压太多 迟迟得不到解决 各项工作停滞不前 教会工作陷入瘫痪 这就是贾带领不做实际工作 导致的后果 贾带领从来不在本职工作上求真用心 也不寻求真理解决各种问题 这就注定了贾带领做不了实际工作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贾带领最擅长的就是讲字句道理 喊口号劝勉人 只注重忙一些事物性工作 对于神家所托付的供应生命 交通真理解决问题 这些教会的根本工作 他都不会做 也不操练 一点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 这就是贾带领 有些贾带领 你让他辅导文字工作 就像写剧本 写经历见证文章 等等这些具体工作 他觉得只是辅导 那就不用做具体工作了 就各处溜达 张某 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快了快了 李某 你写那个剧本 有没有难处啊 有难处 你来帮忙解决解决吧 你们自己商量吧 多祷告 贾带领不但不辅导 帮助弟兄姊妹 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也不注重做好 没事就溜达 活得清闲自在 外表像在检查工作 其实什么问题也不解决 真是官僚啊 同样都是败坏人类 外邦有的国家 那个好的官员 都比这些假带领强多了 这些假带领 没有他们那个责任感 比如 这次瘟疫发生之后 各国都在防疫 最后多数国家都赞成台湾防疫工作做得好 这说明台湾的政府官员 在防疫工作上做得最具体 最到位 一个属世界的国家 一个败坏人类中的官员 政客 能把一项工作做得这么具体到位 实在令人佩服 有许多欧洲国家 都愿意到台湾去参观 去学习 从这一点上看 台湾的政府官员比其他国家好多了 就因为多数官员能做具体工作 能够尽心尽责 证明这些官员还是合格的 有许多信神的人 在尽本分上始终应付糊弄 怎么修理对付都不管用 我看这些人的人品 还比不上能做实际工作的外邦官员 多数人都是嘴上说信神 说追求真理 其实都不肯付代价 有这么多真理供应着 尽本分却是这个态度 结果都成了假带领 这跟好的国家官员相比 差太多了 其实我对人要求不高 不要求人明白多少真理 不要求素质多高 最低标准得能凭良心做事 能尽到职责 不说别的 起码对得起你的一日三餐 对得起神给你的托付 这就行了 可是工作做到现在 能够凭良心做事的人多不多 我看见有些民主国家的官员 说话办事都很实在 他们不说大话 也不讲什么高的理论 说话特别地严谨实在 还能办许多实事 这工作做得的确不错 真体现出了人格人性 再看看教会中的多数带领工人 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做了带领之后 就成了宗教官员 就高高在上成了官僚 就不务正业躲清闲 怎么安逸 怎么舒服 就怎么活着 丝毫没有良心谴责 简直是不可救药 就这么交通真理 那些不喜爱真理的人 尤其是假带领 还是无动于衷 对待本分的态度 还和之前一样 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 我看见这些人 没有良心 没有理智 不是人哪 我就考虑 还交不交通 这些真理了 用不用交通得 那么具体了 我用不用受这个苦了 说这些话 多不多余呀 琢磨琢磨 还得说 这些话 虽然对于那些 没有丝毫良心理智的人 不起任何的作用 但对于一些 虽然素质差点 但能接受真理 还能真心尽本分的人 是有用的 假带领不做实际工作 没尽到责任 但是追求真理的人 会从这些话 这些事当中 得着教训 得着启发 找着实行的路 生命进入 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没有人扶持供应 不把各项真理 都掰开揉碎了 讲清楚 人是很软弱的 人常常是处于 无助彷徨的状态 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所以 很多时候 我看到这些假带领 就没心情 跟他们交通了 但是想到那些 真心信神 忠心尽本分的人 所吃的苦 所付的代价 我就改变主意了 不为别的 尽本分能真心花费 有忠心的 愿意听话顺服的 这样的人 哪怕有三五十个人 至少十个八个人 我说这些话都值 若为这些没有良心理智的人 说话交通 我心里没有什么动力 跟这些人说话 心里觉得累 还没有果效 你们多数人 也不追求真理 尽本分也不付什么代价 既没有负担 也没有中心 做事就是走走过程 只为着那点得福的盼望 不得不做 你们这些人听这些话 其实是偏德 你们是跟着那些 真心尽本分 真实付代价 有忠心 有负担 肯实行真理的人 沾光了 这些话是说给他们听的 你们听见了是偏德 要是看你们多数人 对待本分的态度 都是走走过程 丝毫不求真 你们就不配听这些话 为什么不配呢 你们听了也白听 这些话不管说多少 不管讲得多细 你们只是听听走个过程 听得多明白也不实行 这些话应该说给哪些人听 哪些人配听 只有那些肯付代价 能真心花费 对本分 对托付 有忠心的人配听 为什么说他们配听呢 他们听完之后 明白点真理就能实行出来 明白到哪就能实行到哪 他们不偷奸耍华 对待真理 对待神的要求 有一个诚恳可慕的态度 能喜爱真理 能接受真理 所以他们听了之后 这些话在他们身上 就起到作用了 达到果效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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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